好了,繼續回來,我們繼續看 雅各喜恒,其實是走路的 到了東方人的地方 看到田間有一個口井 有三群羊餓在井旁邊 因為人飲羊群 都是用井裡面的水 井口上的石頭都是大 常有羊群聚集 木人也將石頭轉來井口 隨後又將石頭放在井口的原柱 這就講到了 第一就是不讓人隨便打水 第二就是防止沙土捲到井裡面 第三就是防止牛羊掉到井裡 所以上面是有一塊石頭 雅各就對木人說 大兄們,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他們就說我們是從哈蘭來的 對,他就問他們 那學過孫拉班你們認不認識? 他們說我們認識 雅各就說他平平安 他們就說平安 他的女兒拉傑就拿著羊過來 雅各就說 日頭更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時候 你們不如飲羊再放一放 他們就說我們不行,一定要等齊羊 人們就將石頭轉來井口才可以飲羊 雅各正跟他們說話的時候 拉傑就領著他父親的羊過來 因為那些羊是他放的 雅各見到舅父拉班的女兒 拉傑和舅父拉班的羊群 就上前就將石頭轉來井口 飲他拉班的羊群了 好,雅各就走過去跟拉傑親嘴 接著就放聲而哭 接著雅各就告訴拉傑 自己是他爸爸的外甥 也是利伯家的兒子 拉傑就走去告訴他爸爸 哇,你這樣的 好,接著 拉班就說 外甥雅各的信息 就走到他迎接 抱著他跟他親嘴 領他到自己家 雅各就把一切情友告訴了 拉班 拉班對他說 你實在是我的骨肉 雅各就跟他同住了一個魚 李伯家出嫁至今已經有97年了 一整百年這麼久 其實無端端在阿伯拉罕那邊有一個人走過來 其實那個情景真的有點類似 好啦,拉班就對雅各說 你雖然是我的骨肉 或者叫兄弟 總之有親戚 喜可百百服侍我呢 你不如告訴我 你要什麼功架 拉班就有兩個女 大的就叫利雅 細的就叫拉傑 利雅對雅沒有什麼神器 但拉傑就長得很漂亮 這些圖都不是太漂亮 下面的圖就好很多 好啦 雅各就愛拉傑就說 我願為你的小女拉傑服侍你七年 其實剛才我喝醬的時候已經看中了 好啦 拉班就說 我將他給你 聖賜給別人 你就跟我一起住 雅各就為拉傑服侍了七年 他因為深愛拉傑 就看這七年就像幾天這樣 爽啊大哥 天天和他一起 好啦 我們又講到這裡先 因為一會兒一定會講得 越來越有趣的了 我們暫停一會兒 我們之後回來再繼續